庐山西海位于九江市五宁县和永修县之间 远方的家世旅族就曾在2019年到访过这里 走进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 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我们这里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年 这里是一级空气 一级水质 是一类水 一类水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才来的呢 因为我们这个湖在距离庐山80公里 在庐山的西面 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非常开阔 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庐山西海也叫浙岭水库浙岭湖 是人们在永修县浙岭镇境内 将鄱阳湖五大水席之一的修河 揽腰阶段而形成的一个水库 这里风景优美 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 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 我们乘船进入湖中 郭斌带我们先来到 这里水库大坝的附近 当时勘待玄址的时候 正好这两山之间 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 这边叫猴子山 这边叫鸡鱼山 在这里正好600多米 天然形成一个峡口 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阶段 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 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 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 整个大坝高75.2米 长630米 底宽425米 被誉为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大的土坝 大坝的建成 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 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 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防洪的时候 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 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 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1998年的时候 全国在江南地区最大的一次洪水 当时长江水位已经到达了极限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大坝 把上游的水全部蓄在这里 当时也特别危险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后来我们顶住了洪水 保住了金九铁路 以及我们下游数个县区的 上百万人口的人民财产的安全 郭斌告诉我们 庐山西海素有江西千岛湖之城 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其中 景色美不胜收 要想将这些美景尽收眼底 就要乘船前往湖中的一座小岛 在那里有一座高99米的观光塔 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对 其实我还有一点鼓高 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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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觉得安全 好的 看到没有 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 哇 非常的漂亮 所以要领略美景 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对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 可以全方位地欣赏 庐山西海的美景 由于修河位于木浮山 和九岭山脉之间 当大坝修建蓄水后 原来的一座座山 变成了湖中岛屿 据统计 庐山西海中面积在 三目以上的岛屿 多达1667个 面积在九目以上的岛屿 也有998个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 这个观景台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 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看不了 看不了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 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 也只是看到我们 大概是二十分之一的面积 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 还是湖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 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 可蓄水80亿立方米 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 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 景色也十分优美 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 开始发展旅游业 慕迷而来的游客 从最初的十几万人 到如今每年高达一百多万人 通过开展旅游 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 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这片千岛之湖密不可分 只有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 打造好庐山西海的绿色生海环境 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这里休闲娱乐 在庐山西海靠近武陵县扬州下 有一个以水运花魂为主题的景区 叫花园谷 听说那里有山有水 环境优美 一年四季 有几十种不同的鲜花盛开 远方的家事旅足 曾经在2015年的春天 慕名来到这里 来欣赏这一片人工打造的花的世界 我们现在走这么宽阔的水面 就是一路过来 看见这个湖水 或深或浅 但都特别的洁净 而且颜色很美 您觉得这一带风景当中 您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地方 这个倒是这样说 这种江南山水的 这种山 我就是想起以前有首词 就是说这是什么 水是眼波横 山是鹅眉巨 孙中华是广东人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庐山西海 被这里的秀美山水 田园风光 深深吸引 于是他有了开创生态观光园的想法 乘着游船泛舟湖上 恍若来到梦里水乡 听孙中华讲 生态园占地面积有八千多亩 不仅有清澈宁静的湖水 也有怜悯起伏的山林 还有二十多万颗各种花卉苗目 孙中华希望把生态园 打造成一个自然家园 让人们在这里尽情地亲近自然 享受田园生活 为什么没有想到 就是去自己的家乡 改善这个环境 那当然是因为这片山水太美了 几年下来 生态园已经成为庐山西海 最美的封建区 每年春天这里百花齐放 宛如一片美丽花海 可能走到每一个小岛上 颜色都会不一样 希望我们当时设计也是这样 生态园中分布着很多座小岛 孙中华在这些岛上 种植了二十多万棵 各类花卉苗目 听他说 现在正是桃花和玉兰花盛开的世界 游船靠了岸 我们登上一座小岛 眼前出现了匆匆盛开的玉兰花 现在虽然我们没有 就是赶上整个小岛 布满颜色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就是在春寒撂翘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些颜色 就是很大的安慰 一朵朵绽放枝头的玉兰花 迎风玉丽 百美千娇 听孙中华讲 在很多岛上 还种植了梅花 樱花 杜鹃等很多种花木 再过半个月 这里就会变成一片花的海洋 我们来到桃花间 射击而上 满眼都是盛开的桃花 听孙中华讲 这里种植了满天星 人面桃等上万株桃树 特别鲜韵一滴的桃树林 在这儿显得很珍贵 因为它是最早报春的一题 是吗 这个叫红花枣碧桃 引进过来以后多久开花呢 第二年就行吗 第二年 第三年它就开花 桃树生长还是蛮快的 听孙中华说 每年三月桃花竟将开放 远远望去 层林浸染 岔子烟红 令人流连忘返 想了有一句词叫 它在丛中笑 真是我觉得人看到花 好像就情不自禁的 心情就会很好 就想咧嘴笑 你说这是不是也说明 我们人本来就是跟 自然融为一体的 是啊 一年之际在春嘛 以前在说 就要出来梳干 礼气 然后一年的四叶 身体都会好 漫步在桃花树下 呼吸着春天的气息 这一座座被鲜花装满的小岛 也给庐山西海 增添了很多绚丽色彩 听孙中华讲 这里一年四季的景致各不相同 但每个季节都会有鲜花绽放 蒸台园里最多的就是梅花 每年冬季 花源谷就成为了梅花的世界 那时万株梅花竞相开放 层层叠叠 争集斗艳 到处散发着梅花的芬芳 在孙中华看来 大自然是他所向往的生态家园 人们应该尽可能回归自然 热爱自然 在自然界中追逐心灵深处的那片净土 其实你建造这样的一个 像类似于像庄园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园 让大家过来欣赏不仅仅的风景 对 同时也有很多的这些 感受到 人文上的感受 对对 特别是一个人以自然 怎么和睦相处 孙中华深爱着这片青山秀水 不论是踏雪寻梅 感受柳暗花明的惊喜与满足 还是饭珠湖上 享受着于乔更独的悠然与自得 都让他得到了 内心所期盼的那份宁静与坦然